大批民眾低頭滑手機 排出長長人龍 一同朝遠方走去 其中還有人連安全帽 都懶得撥下 這裡是北投大多路的稻田 為了抓寶 近百人就算跑到田中央 弄得滿身泥泞也甘願 但是看在部分民眾的眼裡 實在好傻眼 還有女警在北投路邊 就像學校教官一樣 拿著大聲工不斷提醒民眾 要走在人心道上 而他這樣一一擋千 真的超辛苦 但路人還是低頭不理 或是偷跑到人心道外 讓民眾直說 警方真的是辛苦了 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好可怕 寶可夢在北投引起的亂象 甚至還登上國際知名的 時代雜誌網站 報導中選用一段 民眾在北投公園拍下的影片 有數以千計的民眾 在路上狂奔抓寶 標題也因此寫著 寶可夢可能讓我們遇見 世界末日的景象 這樣的情形 也讓居民怨聲四起 當地里長表示 人潮雖然帶來全潮 但是交通 噪音 雨垃圾量 已成為當地的三大惡害 讓住戶的生活大受影響 警方也嚴禮行文給遊戲廠商 要求移出新北投的補給站 民眾瘋抓寶 亂象四出 除了玩得開心 也要有功德心 記得中視頻台北報導